海洋深处竟然发现一把大刀 是海底巨人的吗 这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 众所周知 在地球上大海占了四分之三 只有四分之一是陆地 但是人类对大海的探索只有区区的5%而已 而人们在海洋遇到的神秘事件层出不穷 所以浩瀚的海洋里存在着什么未知生物 一直是人类想以探究竟的神秘地带 在上个世纪末 穷州的渔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 在海南省穷州海域的海底 存在着水晶龙宫 于是有水信号的渔民潜入海底探个究竟 随之这一探竟然发现惊人的一幕 该海底真的存在着大量的古代村庄 并且充满了生活气息 该渔民看到 那海底村子外设有几个表扬劫富的牌坊 而在村子中心是一座大豪宅 其门上寻挂着的匾额 门口两侧有两只威武的石狮子 还看到一座用来磨豆腐的墨盘 还有祭祀土地神的土地庙 以及充满古代气息 镂空雕刻的围墙 此外 连穷人家居住的破旧房屋 地主给长工安置的厢房 以及田地之间的戒碑都清晰可见 海底发现村庄的消息很快引来了专家 根据专家研究发现 这一村落其实是400年前的明朝末年 也就是当时已经出现败亡的万里时代 福建和海南相继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就是这场地震将穷州附近的72座村庄 神奇的平移到了海底 1986年 日本的一名潜水员在云南国岛附近海域潜水 意外的在海底深处发现 以巨型石块砌筑而成的古代城市 日本地质学家穆村郑昭教授 经过八年考察和探险后宣称 这在亿兰外海 与那古岛海底的海底古城 是消失了15000年前的 母大陆的古文明遗迹 它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个巨型金字塔 一些城堡 纪念碑和大型运动场等建筑 所有这些都有道路相连 而这个海底巨物最神秘的地方就是 它到处充满了明显的线条和灵脚分明的结构 在整个巨型平台的周围 布满了从下至上的阶梯造型 还有这个洞口就是牧村教授认为的大门入口 通过大门入口之后 有两根长形相叠的巨石头卡在通道中 似乎是关闭了通道 三角形的大石头就像是趴着一只巨型的神龟一样 在这里也有一个大门入口 牧村教授认为这可能是古人从这钻入洞口以进行某种仪式 而最让牧村教授认为这里最神秘的地方 则是一个像极了一张人脸造型的巨石头 这详细的发现 与美国学者詹姆士、采吉沃德提出的 《母文明假说不谋而合》 采吉沃德认为 在距今1万5千年前的史前时代 现为日本、琉球、台湾的西太平洋一带 其实是一整块相连的某大陆 其面积比南美洲还大 史前人类甚至在其上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古文明 但因为遭遇大地震 而在一夜之间沉入大海底 一艘苏联探测船在古巴外海 执行搜索1962年核弹沉船的任务 突然一个奇怪的生物出现在荧幕前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原来一个全身长满鳞片 有塞的小孩、人鱼宝宝 正在用一双淘气的眼睛望着摄影机 但随即又崩开了 惊魂未定的队员 随即就是想要把这生物刷住 于是他们把一座捕捉海底生物的实验水槽放到该处海床上 没多久 那小孩果然中计了 并被工作人员捕获 当他们打开槽门 却听到像海豚般的悲声 工作人员便把小孩拉了出来 就在这时 鳞片小孩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来自亚特兰提斯 请放了我 只要放我能回到海里 我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如果你们食言 苏联将会有大灾难 当听到这生物竟然会说话 研究小祖经得一时不知所措 片刻过后才决定答应这小孩的条件 然后人鱼宝宝告诉工作人员说 亚特兰提斯在数百万年前 横跨非洲和南美洲 但渐渐路程 为了适应环境 居民便将有塞和林 以方便在水中活动 平均寿命达三百岁以上 现在他们的人口约有三百万人 住在海底到最底层 一个由大理石及珊瑚礁构成的都市 人鱼宝宝并且宣称 亚特兰提斯人也会假扮成人类 定期到陆地上混在人群中 目的是观察现今人类文明的发展 但是最后他们并没有将人鱼宝宝放回大海 反而将它带回苏俄黑海一处的秘密研究基地进行研究 而这人鱼宝宝再也不开口说话了 有次进行秘密研究怨胜途中 人鱼宝宝试着逃脱 挣扎着又被KGB秘密警察抓回去了 这是90年代发生的事 苏联将人鱼宝宝带到秘密基地 研究若干年后 苏联就解体了 1961年 正值苏美冷战时期 一艘627型苏联攻击核潜艇 在波罗的海执行深海航行任务 它是苏联先发明的第一代核动力潜艇 连当时的对手 美国也不知道苏联拥有这种新技术 就在任务途中 潜艇的声纳系统辨别出了六个不明潜水物 呈三角形编队的形式 正以极快的速度接近他们 而潜艇上的所有海军官员 虽也没见过这种水下不明物体 潜艇指挥官下令 捐缓了潜艇的前进速度 以免相撞 结果六个不明潜水物 也同样放缓了速度 指挥官决定紧急浮出水面 可是当在潜艇浮出水面之后 那六个不明潜水物竟然也跟着浮出了水面 并快速冲上天空 然后消失了 苏联研究人员认为这六个不明潜水物 同时可以在水下和空中快速移动 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是根本创造不出来的 从曾被列为绝密的克格勃文件中发现 苏联海军在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 贝加俄湖意外地遇见了六个人形怪物 当时是在1982年的一个冬天 苏联海军在贝加俄湖做潜水员军事训练 七名苏联海军潜水员携带装备 潜到了水下大约50米的深度 突然一阵幽暗的光射了进来 这七名潜水员同时看到几个 约有三米左右高 奇怪又巨大的人形生物出现在他们眼前 这些人形生物都戴着一种特质的头盔 看上去并没有佩戴任何的潜水和氧气设备 七名潜水队员都被突如其来的人物 惊吓得不知所措 幸好那些人形生物并没有做任何举动 只是看了他们一回 就以惊人的速度游开了 潜水队员们也赶快上岸 把这不可思议的经历报告长官 苏联海军长官对于这些不明生物很是好奇 就下令要求潜水士兵 尽可能活抓一个样本带回上岸来 这七名潜水员本来不愿意再下水 但因为长官急出军令 也只好咬着牙携带了武器和渔网 再次返回湖中 当到达他们之前的地点时 不知是信愿还是不幸 他们又再一次看到这些不明生物 正当其中一名潜水员拿着鱼叉 准备刺向这些生物时 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他们迅速推上了水面 由于此前 潜水员们都处于50米的深水中 突然被外力推上水面时 导致肺部过度膨胀 出现了减压症 也叫潜水病 三名潜水员当场不省人事 还有四名潜水员也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他们迅速被送到附近急救所救治 但不幸的是 那三名休克的潜水员还是不治身亡了 从太空看 地球也是一个不多得的 漂亮的蓝色星球 这要多亏了地球上70%都是水分 而在水的肿量中有96%都是含水 生活在一个被水包围的世界 我们对海洋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一个海底旅行 大量的水生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 这里也是人们一般游泳的深度 水里的阻力比陆地多了15倍 也就是说现在移动的每一步都需要比在陆地上还要更多的力气 10公尺 幸运的话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睡觉的抹香精 大家听过价值惊人的龙咸香吧 龙咸香就是来自于抹香精 有些人为了获得抹香精尝道里的龙咸香 不惜缠杀抹香精 20公尺 这里是珊瑚礁和水生植物生长的区域 在这里还有一种水母 失踪水母 这种水母是世界最大的水母之一 目前发现最大的竟然达到36.6米 它们生活在比较接近水面的区域 40公尺 这里是一般水费潜水员能达到的极限 在这个深度之下 必须要受过训练才能进行潜水 但是这里以下却是大部分水生动物的舒适生活环境 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越来越大 直到世界最大的生物在此聚集 70公尺 杀鲸 这种鲸鱼是体积最大的鱼类 体重竟然可以达到60吨 也就是说它和一辆重型坦克车差不多重 同时杀鲸十分长寿 可以活到130年 90公尺 这里有一个十分不一样的物体 瑞典宣保者OceanX团队 在布罗地海下91米 发现了这个61米宽 8米高的圆形物体 靠近它时 所有电子仪器将失灵 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UFO呢 不过到现在科学家还无法证实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继续往下看 100公尺 北太平洋巨型章鱼 这种章鱼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章鱼 它打开吐手时 最大记录竟然达到9米 也就是和一辆公车差不多大小 它还会变色伪装 而且情绪也会影响它的颜色 它感受到压力时会变成白色 生气时会变成红色 并且有较高的智商和学习能力 可以打开盖子 还会解密等等 200公尺 黄带鱼 民间传说黄带鱼出现在岸上 那个地方将会发生地震 所以它也被称为地震鱼 这种鱼非常非常非常的长 甚至可以达到10亿公尺 它全身都是银色的 而它的鱼鳍是鲜红色 它游泳方式也非常特别 不是左右摇晃 而是近乎僵直的 完全靠背起的晃动前进 远处看是不是有点像海里跑过的火车呢 而一般生活在200米以下水域中的鱼 都被称为山海鱼 300公尺 蜘蛛蟹 正式名称叫做干式巨鳄蟹 有十只惊人长度的蟹爪 最大的展开后可以达到4.2公尺 同时这里也是潜水艇一般的活动深度 335公尺 这里是最深水飞潜水的世界记录 就是佩戴阳气筒的情况下潜水最深记录 这个记录由埃及蛙人贾伯创下 它用12分钟到达这个深度 带回到地面时 它花费了15个小时 这都是为了避免减压病的发生 500公尺 这里是世界最大的动物 蓝鲸的极限深度 900公尺 大王乌贼 过去人们认为他是传说中的海怪 科拉肯 这也难怪 一位磁性乌贼全长大约14米 在人面前真是怪物一般的大小 他的眼睛几乎是所有生物最大的 直径有一个篮球那么大 1000公尺 到这里阳光已经完全照射不进来了 在这以下的海域常年笼罩在黑暗中 这里的生物的视觉大多都已经退化 这里很多生物都会用体内的荧光素发光 人要是没有任何准备在这里 瞬间就会爆炸 1200公尺 有一种叫马氏海生水母 生活在这个区域 云看是不是很像深海中绽放的烟花呢 所以他也被称作烟花水母 它有亮紫色的触角和淡蓝色的散帽 在历史记载中 这种水母仅仅被目击过十多次 所以看到它是非常幸运的哦 2000公尺 黑色龙鱼 它长得很怪异 它的身体会发光以吸引猎物 2250公尺 我相信可以到达这里 相信它们在这里是为了寻找它们的最爱 大王有鱼 3000公尺 科学家在这个深度发现了一大片珊瑚礁 就像是海底的森林一样 3700公尺 这里就是世界海洋的平均深度了 接下来的生物将会使人们可以想象到最接近外星生物的怪异生物 在那之前 先向大家介绍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东西 铁达尼号 3810公尺 自1912年铁达尼号发送事故沉没后 经过70多年 人们终于在海底发现它的踪影 而历经时间的沉淀 当初辉煌的船舶已经变得秀极斑驳 现在已经是世界海底遗产 所以无法打捞 现在看过这艘船的人已经很少了 但是有一个人竟然到了这里33次 他就是铁达尼号的导演 也许他的灵感一部分是来自这里吧 4500公尺 这里有深海最出名的鱼之一 安康鱼 它的外形十分怪异 头上还有一个用于吸引猎物的发光吊杆 还有非常锐利的牙齿 甚至可以吃下比自己大的猎物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长得就像是外星长所怪的长蚕乌乌贼 和这种以怪怪的方式移动的生物 这可不是海星 它叫做蛇尾 6000公尺 现在我们进入了超深渊区 这里的环境已经可以说跟外星球非常类似了 最常见的生物有海蛇 葵鱼 管虫 鱼海参 8000公尺 马里亚纳握牛鱼 这是目前科学家发现生活在最底层的鱼 再往下就没有鱼了 1000公尺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像虾一样的甲壳类动物 可是在这里它却长到像人的小臂那么长 10600公尺 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单细胞生物 但可不是一般想象的细菌一样的大小 因为它竟然有20公分 11000米 你已经来到世界和海洋最深的地方 马里亚纳海沟 目前到过这个地方仅有7个人 其中有两个人在1960年就来到过 他们开着潜水艇花了5个小时 终于下潜到这个深度 发现海沟的底部光亮清澈 是片坚硬的逆荒地 最惊人的是 他们发现这里有生物 他们看见了近30公分的比目鱼 还有一些小虾 而铁达尼号导演卡麦隆 在2012年也来过 2019年 一个叫维克托·维克斯沃的人也来到这里 不过 他在这里发现了不应该存在在这里的东西 塑料袋及糖果包装置 好了 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对我们的影片内容感兴趣 可以分享出去 并按下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那样影片更新时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谢谢啦